恩友们平安 今天恩典每日成修要分享的诗篇是第15篇 想通过这篇诗篇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做神眼中的正直之人 诗篇第15篇的篇幅虽然很短 但是我们看到神在当中 让我们得到重要的真理 那就是若要在神里面安然居住 永不动摇 就要按照神的心意 做一个存心正直的人 行事公义 说诚实的话 让我为大家分享 这个诗篇里面的第二到第三节 经文这样说 就是行为正直 做事公义 心理 说实话的人 他不以舌头长磅人 不恶待朋友 也不随火 毁霸 邻里 神借着经文 也提醒了我们 如果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 就要谨慎自首 有清洁的心 要有表里如一的行为 无论是对待亲近的人 还是陌生人 都要带着敬畏神的心 做正直的人 当我们提到 做正直的人的时候 就不可以是自以为的正直 或者自以为义 而是要跟随神的心意 按照他的心意而活 因此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诗歌 是认定你 歌词里面也清楚地表达了 我们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和灵力 而是要亲近主 在凡事上顺服 信靠他 让我们一起 在诗歌中 思想 圣的话 我要真心仰赖你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索性地时 都要认定你 我要真心跟随你 不依靠自己的能力 在索性地路 你必质疑 将你的话语 吸在景象上 刻在心本上 主啊 我站立请为你 你是道路 这里和生命 走进你心意 献上一切 主啊 我尊重你 我要真心仰赖你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索性地时 都要认定你 我要真心跟随你 不依靠自己的能力 在索性地路 你必质疑 你必质疑 将你的话语 吸在景象上 刻在心本上 主啊 主啊 我站立请为你 你是道路 这里和生命 走进你心意 献上一切 主啊 我尊重你 献上一切 主啊 我尊重你 献上一切 主啊 我尊重你 Amen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的话语 借着诗篇第15篇 借着这一首诗歌 主啊 让我们再一次 回转到你的里面 让我们知道 当我们要活出 基督的样式的时候 我们就要定睛 仰赖你 按照你的心意而活 按照你的心意 对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主啊 求你继续来逃造我们 让我们合乎你的心意 凡事上都认定你 不偏离你的话语 不偏离你带领我们的脚步 我们感谢你继续的教导我们 圣灵也继续的来引领我们 我们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感谢主的恩典 愿主赐福于你